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那今天影片要來做第一次的動森QA單元 集合啦動物森友會的影片 我也做了好幾部影片了 那大家的留言我一定會看過 那有些問題很常被問到 所以我今天就特別拍了這個影片 希望能一次幫大家解惑 那在QA開始之前 有一件事要先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無界遊戲頻道今天換新的封面啦 那圖片是我委託繪師QA幫我繪製的 左攬阿姨右抱耳光 遠仁還準備從後面騎上來 收到這張圖的成品的時候 鼻血都快要噴出來了 那繪師也有畫過很多動物森友會的圖 我會把連結放在資訊欄 大家也可以過去看一下其他超漂亮的作品喔 而我的頻道也默默的訂閱人數快要破千了 真的非常開心喔 那一個多月前還是個只有200人的頻道 先在這邊感謝大家的喜歡跟支持啦 那麼就開始今天的QA第一問 為何照著影片做轉移但動物頭上沒有泡泡 還有為何動物頭上冒泡泡的永遠都不會是我要的那個村民呢 那這些呢都是關於讓動物主動提搬家的部分 那目前確認有幾個原因動物頭上不會冒泡泡喔 一是該動物是最後一個入島的 二是該動物是最後一個跟你提出要離開島 但你又挽留了他 三是不明原因喔 就是以上皆非 可是那個動物就是死都不離開 那目前一如果該動物是最後一個入島的已知解法式 你必須先提升親密度到可以送禮的程度喔 那泡泡呢才會有機會轉移到他身上 那二三的解法式呢 先在其他動物提出要離開的時候 將他挽留下來 那我們再重新跑一次步驟 泡泡就會轉移了 第二個問題 露營地成功邀請動物入住了 但為什麼房子的外觀還是上一個動物的 有解嗎 刷到動物後真的是建議馬上往後一天一天的慢慢調整時間 那直到確定動物入住了 我們再調回正常的時間 不要急著就跳時間 這樣很容易中到這個BUG 那至於有解嗎 像我幫樣品物動物換房的方式的話是有解 那第三題也是刷帳篷相關的 調時間了帳篷都沒人來怎麼辦呢 要有耐心 刷帳篷是很耗時間跟耐心的事情 他雖然能幫你刷到你想要的動物 但他非常的累 大家一定要有這個覺悟再來刷帳篷喔 而帳篷有人入住的週期聚老司機的紀錄是4到20天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說 我們要先把時間調到區間前5天再來刷 因為我們至少要相隔4天才會有人來入住喔 那你一直調時間都沒有人來 那只是你運氣比較不好 可能隔了20天才遇到人喔 那我的影片中說到的抓區間的部分 就是會有一段時間比較會有人進來 我們比較不用等到10幾20天才會有人入住喔 但那區間我們要透過自己的實測才會知道說大約落在哪 而且就算測到了也是會有隔比較多天才會有人入住的時候喔 所以還是要說這個是需要耐心的 第四題 想問一下房子旁邊兩棵樹固定出家具是怎麼做到的呢 我直接告訴你們最快的方法喔 那就是先把島上的樹全部挖掉 再來就是看要拿去丟垃圾桶還是賣掉 那接下來我們再種五棵樹 種完之後隔天再種兩棵樹 這樣子先種的那五棵樹長出來的樹上一定是蜂窩 後面再長出來的那兩棵樹一定是家具 那只要蜂窩的五棵樹不要去搖它 這樣的話另外的兩棵樹就是會固定掉家具的樹了 如果怕有人上你的島去亂搖你的樹 那就要想辦法把樹種在可能沒有人到的地方 或者是用柵欄把它給圈起來吧 另外有一個注意的點就是果樹不包含在裡面 果樹是不會掉蜂窩也不會掉家具的 第五題 請問島民會影響動物島民的總數嗎 答案是不會 不包含玩家本人每個島都可以邀十隻動物 不會因為說大象比較大就佔兩個名額 還是說老鼠比較小就可以多叫幾隻 可是玩家也很奇怪啦 就是十隻每天要跟他們聊天跟送禮都會覺得很花時間 可是就是還是會貪心的想要讓更多隻動物到島上來 對 我就是在說我 能不能再多給我一點空位 我還想要茶茶跟捷克啊 第六題 遠人的家怎麼跟某某某的家長那麼像呢? 看來有些人還不知道樣品屋是什麼 那在我們遊戲開始後下飛機第一次來到這個島的時候 我們旁邊就一定會有一隻大姐系跟一隻運動系的動物 而這兩隻初始的動物房子都會非常的簡陋 因為剛來到無人島我們也沒辦法住多好 接著禮克會要我們找三塊地邀請三位 個性分別是普通系、悠閒系跟元氣系的動物入住 那初期入住的這五隻動物我就把它稱作前五好了 那露營地設立後 第一個隨機住進來的動物開始 後面的那五隻動物我把它稱作為後五 那前五居民他們的家裡擺設 都不是他們原本的特色裝潢喔 像是我的初期居民花壽司 他在前五入住的話他的房子是這樣 那他如果在後五入住的話他房子會是這樣 那這就是為什麼我會想要幫遠人換房子的原因喔 那就是因為前五的動物們住的房子都比較簡陋 所以大家都是細稱為他們都是住樣品屋啦 第七題 居民家裡一堆蟲跟魚怎麼幫他們復原呢 如果有家具被蓋掉 那就只能再送他們一模一樣的家具了 那這樣他們就會把它放回原來的位置上了 那為了提升親密度 居民請你幫忙抓蟲抓魚的 家裡會有一堆蟲跟魚 這也是無法避免的 我的解法就是鐵下心不要理會他們的請求喔 但是我做不到 第八題 讓動物搬走後再用amiibo卡刷回來 之前送的東西還會在嗎 答案是不會 只要動物從你島上離開後 你用amiibo卡刷或者是初島再遇到一樣的動物 他都不會是那個曾經住在你島上的那位囉 他都只是個長得一模一樣又同名同姓的新朋友喔 好的這次影片我就先回答這幾個問題 我在露營地邀請動物的基礎知識的影片中有提到 因為我的有效率的露營地嚴選一次洗兩天份帳篷的這個影片呢 他是比較進階的喔 因為我是要拍給原本就有在洗露營地 可是想要更快速去洗的人看的 那出乎我意料的就是 有很多人一開始就是照著我的方法做 所以有很多我自認為 就是真的是自以為 就是一些比較基本的東西我都省略沒有講 導致很多人在洗帳篷的時候都會遇到狀況 那在這邊也是跟大家說聲抱歉啦 那當初會拍那支影片是我看日本那邊 很多人都用這樣子的方式在刷帳篷喔 那我自己也用了這個方法就是刷到了檸檬娜阿 耳光跟小潤 但是幾個禮拜過去了 我發現台灣這邊好像都沒有人在討論這個方式喔 那我才會臨時起義說 那我乾脆就自己來拍一下好了 那的確是思慮不周我也在檢討 要做攻略性質的教學影片的話 我還是要考慮到更多層面才是 好的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QA影片啦 那如果大家對這次動森還有什麼其他問題也想發問的話 都可以在這支影片底下留言讓我看喔 那我也會盡我所能的來回答 那也許下次我可以再做個QA第二集也說不定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 我們的影片